性病的分泌物跟這個不是性病的分泌物 有時候我們醫生其實 你只看外觀 我其實也分不出了 我女朋友下面很臭 他是不是得性病 然後就說醫生你幫我聞一下 為什麼要叫我做這種事情 臭不一定是性病 然後有性病他也不一定臭 好你下面臭有時候只是分泌物比較多 他說我沒洗澡 好啊我聽說有人就會喜歡那個臭味 想聊就聊百無禁忌 歡迎收看性治療研究室 我是瑞絲 哈囉我是座座醫生 今天要聊呢 就是一下好姐妹就會私下討論說 男朋友會懷疑說你為什麼下面臭臭的 是不是你有性病啊 到底臭臭等不等於性病呢 臭不一定是性病 然後有性病他也不一定臭 常常比喻就是說臭豆腐很臭 但他很好吃 對 你下面臭有時候只是分泌物比較多 他說我沒洗澡 然後我聽說有人就會喜歡那個臭味 他有騷我越愛 性病的分泌物跟這個不是性病的分泌物 有時候我們醫生其實你只看外觀 我其實也分不出了 病人他來就是說 我女朋友下面很臭 他是不是得性病 然後就說醫生你幫我聞一下 我說我沒聞 為什麼要對我做這種事情 不用抽血驗尿出去下一位 那醫生除了味道以外呢 外觀有沒有辦法直接的判斷呢 性病他是可以從外觀上判斷的 最容易判斷的就是我們說的菜花 專有名詞叫堅信濕油 引導的內部或是男生的這個像頭頭啊這些 他理論上應該是要非常光滑 所以你只要有任何奇怪的凸起 有時候他只是一個小小的凸起 比較小顆的時候可能沒有那麼像花椰菜 一般像花椰菜大家都很大顆 那長痘痘呢 長痘痘其實蠻容易分辨的 那個就是毛囊眼 你要那個地方有陰毛 那他才會有這個像痘痘的產生 那另外一種會常見就是像水泡 生殖器的泡枕 那生殖器的泡枕他就會像一個像水泡 大部分是會痛 但是也很多不會痛 所以很多人會搞不清楚 就是說有潰瘍啦或是有水泡 那這些都可能是有問題 泡枕會好嗎 因為我記得我好像小時候 同學他們是長在嘴巴 可是那時候一定沒有性經驗啊 泡枕其實也是一個合集 最常見的這種單純性泡枕 我們講HSP單純性泡枕 那就是分一型跟二型是最常見的 那一型就是指你講口舟 這個純泡枕啊 口腳炎 生殖器泡枕都是二型 那二型就是它就會長在這個私密處附近 但是呢這個是以前我們教科書的說法 但是其實現在這幾十年來 大家因為69的流行 很多的大型的研究報告都指出說 其實也很有可能你在生殖器這邊找到一型的泡枕 或者是你在口舟找到二型的泡枕 你是什麼是細菌性的性病 它並不是病毒感染 它是細菌 比如說像靈病 靈病它就屬於細菌類的 所以它就是相對可以治癒 但是我們剛剛提的那個泡枕 它就是病毒 那病毒理論上它沒有藥可以治癒 它會潛藏在你的身體裡面 所以呢你要跟它共存 但是如果你免疫力不好什麼 它可能就會發出來 所以不能根據 對 但是泡枕現在有口服藥它是比較厲害 它就是你如果長期吃的話 它基本上可以把你壓到幾乎都不會發錯這樣 剛剛醫生提到的靈病 它是外觀或是臭臭的 就是可以觀察到的嗎 當然也有三分之一以上它是沒有症狀 但是如果有症狀的話 它一般就是會有分泌物 以前我們在學校學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一個開玩笑的名字就是說流鼻涕 它很像流鼻涕 所以如果你男生尿到口那邊 有很像流鼻涕那種樣子 它臨病就是第一個有先考慮的一個選擇 只要戴套就可以一勞永逸的嗎 戴套可以預防很高比例的性病 但是它其實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性病的概念都是指接觸性傳染 你除了戴套的位置以外 你其他地方你還是會接觸到 我有聽說是陰毛上也會帶細菌 對對對 所以說戴套只能是說它可以 幫助你預防大部分的性病 所以我們還是鼓勵大家一定 還是要戴啦 對對對 在這種不是固定性伴侶的時候 一定要戴保險套 那有聽說就是有固定帶約跑步的人 就是都要去驗 像我們反骨他們是 男孩會每年去昆明白眼驗一次 我覺得一年是有點太長了 對不對 他們是應該要頻繁一點去驗對不對 有人認為說我有驗就OK 我有驗就OK 其實是錯的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些潛伏期 你得到的時候它並不是馬上就會表現出來 今天驗不表示說你明天就是安全 如果你真的是性生活比較頻繁 或是說你真的每天在各個地方 不同地方跑步的人 我們還是會鼓勵你要定期的做這個東西 是會有幫助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的性病小教室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也要追蹤我們兩個 你知道你們的訂閱數已經超越我了嗎 所以我就說我可不可以沾一下光拜託 然後也要訂閱我們的性治療研究室 我們下次見喔掰掰 掰掰